那这里的话它自动会怎么样呢 帮我们产生一个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就是连线字串 那这个连线字串就是说 它要记录的就是说呢 你的资料库的位置 它将来才可以连接的到 OK按下一步 那当然这个这个档案将来也是可以手动再去做修改的 那下一步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说 请问一下你要做哪些事情 里面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 它会找到什么呢 这个资料表 有没有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里面有哪些栏位 那你直接就按下一步好了 我们就按下一步 然后测试一下查询 这个时候呢 测试查询就有点像是 这个时候水管都接好了 然后你家的水龙头打开之后 水会不会出来 水如果出来的话 那表示呢 你这个时候已经连到那个你的资料库里面去了 OK那这个地方我们按完成 完成之后呢 你家的水塔里面就会有水 那有水可是问题 接下来就好 水管你要连到你家里的 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浴缸 你要接水 或者你家的任何地方都要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需要一些这个所谓的像 Greview Greview的话呢 就是要显示的界面 那当然不只是Greview啦 其实它有很多种形式 就是用表格的形式显示 那显示的方式呢 它已经提供了几种 不过如果说呢 这几种你都不喜欢的话 那你一样你要去找那个seep party 就是协力厂商提供给我们的那一些显示方式 其实这几个都 这几个方式其实都还蛮阳春的 或者甚至你要用自己写 或自己写真的很麻烦 因为里面牵涉到什么呢 要分页 比如说你一页要放几笔资料 以前要自己写真的很麻烦 你要去判断 然后呢 你要显示的 比如颜色 你要怎么去排列等等的话 那些要自己写真的是很麻烦 但是现在呢 几乎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OK那请各位哈 第一个请请各位把这个 资料部分建立起来 一个books 网路上把那个资料表建立起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建立一个这个ASPX的一个 我们一个网页 一个互动式网页 然后呢 再把这个画面上面的这个seql data source呢 拖拉过来之后 做相关的设定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等待着 连资料 或认为 製作 也可以 用